你打雷一塊 憋出氣 大家好 歡迎來到 涅斯特玩具的頻道 我是Fay 前道影片是一部眾所周知的香港電影 《殭屍先生》 而裡面的男主角林正英跟殭屍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玩具 那在開始跟大家分享之前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殭屍的小歷史 好可怕 GO 殭屍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時代 也正從那時開始 才有對殭屍的文字記錄 而對於殭屍的傳說層出不窮 但最廣為人知的是中國湘西的感屍傳說 為了要運送死者 前後兩個感屍者其實是以兩根長竹 穿過一排屍體衣袖 以肩排屍體 兩端在由壯汗像轎子一樣的扛起來 但由於感屍者身穿黑衣夜行 路人自然看不見感屍者以為有殭屍 而由於竹子有彈性 感屍者抬著屍體往前走 屍體會上下擺動 所以就看起來像殭屍伸直雙手在跳躍 因此感屍的傳說就不進而走 而台灣也有殭屍傳說就發生在彰化的八卦山 1895年日軍與叛軍在八卦山發生大規模戰役 造成傷亡無數 後山曾發現679具遺骸 因此冤氣特別重 相傳那些遺骸未能得到完善的後世處理 所以變成了殭屍 無論傳說是什麼 殭屍存在的可能性極低 請各位觀眾們 莫慌莫害怕 看完小歷史後 我們接下來看玩具吧 來看看他們的整體表現如何 先從林正英開始看 林正英他有三個可動關節 頭部跟左右手 而他的基本要素都有放在裡面 像是道長帽 還有背後的太極標誌 還有他招牌大鬍子 全部都有放在裡面 更不用說他手上的這一把劍 他這把劍叫做金錢劍 以風水的角度來看 金錢有趨吉避凶的效果 所以他就把金錢穿在一起 拿去砍殭屍 殭屍就無所遁形 所以基本的要素他都放在裡面 我覺得做得很不錯 而且他是用Q版來呈現 相比真實的林正英來講 Q版更會讓人覺得說比較可愛 比較不會有那種電影裡面 正氣凜欄 有點邪惡的感覺 接著我們來看殭屍 殭屍也是有三個可動關節 頭部 還有他的左右手 他的基本要素也都有放在裡面 像是頭的服 還有他的帽子 清朝的官帽 還有清朝的官服 都有在裡面 殭屍為什麼都會穿清朝的服裝呢 因為殭屍要成型 大概要100年到500年間 所以時間推算回去 大概是清朝的時候 所以殭屍呢 多半都是穿清朝的服裝 而這個基本要素他也都放在裡面 也是用Q版去呈現 而Q版呢 也讓殭屍看起來比較不可怕 放在房間裡面呢 也會覺得說 哇 安心了一點 我也覺得說好像有什麼會怪這樣 那接著我們來看塗裝吧 塗裝的部分我覺得非常可惜 我感覺他們是大量生產的 所以 他顏色的色調啊 就 比較不豐富啦 而且 他的配色我覺得有點 稍微僵硬了一點 他不像設計師玩具會有漸層啊 然後會有珠光色啊 他們真的就是有點單調 不過他 這種大量生產的 以CP值來看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因為他的基本要素放進去 再配合上他一些基本的顏色 所以整體來說呢 你可以感覺到 他就是林正英 他就是這樣子 很明顯的一個IP的設定 整體來說CP值還蠻高的 我買的售價是1400塊 所以 我覺得還蠻適合大家擺 還蠻回去擺著 不錯 接下來 是大家最愛的 世界畫面 GO subjected 我建議 begin 我建議 那 功能 應該 有 是 殭屍电影的话 或是喜欢林正一 记得在底下跟我们讨论啦 好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小频道开起来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